因票房失利,导演给李连杰道歉,24年后却成功夫片教科书。 李连杰,那个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18岁开创了武侠片的鲜河,继李小龙之后,又将中国功夫片达到了巅峰状态。 而李连杰最好一部电影可谓是《精武英雄》。 李连杰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起自己11岁时看的第一部功夫片就是《精武门》,没想到日后能够扬名天下,并得以投资拍摄这部《精武英雄》来向前辈致敬。 本片有意淡化了李小龙前作过分强调的民族意识,转而致力于将武术相容并包的精神推向新的高度。 因此可以说,《精武英雄》是一部探讨武学的体育电影。 《精武英雄》翻拍自李小龙1972年的经典之作《精武门》。 《精武门》。 《精武英雄》。 《精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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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陈佳》《尚宇八爺》在拍摄过程度。 在拍摄过程中反复沟通,最终决定摒弃功夫中的花拳秀腿,以求展示武术的刚蒙和力量,写实主义贯穿拳片,开场教室打斗的关节技,虹口道场踢馆的截拳道,对决传统武术的高段踢,击败藤田刚的混合格斗术,尤其是与传阅文夫的蒙眼贴身战,阐明了舞者应关注宇宙苍生的核心命题,以折入伍。 回味无穷。 本片成本极低,不仅几乎是TVB的电视剧水准,观者可以赫然看到金舞会馆上方的虚假天空,但也正因为没有华丽的噱头。 和花手的表象,才始终主创更专注于动作本身,成就了香港电影史上这部最纯粹的功夫片教科书。 这部精武英雄彻底的将李连杰的功夫底子展现得酣畅淋漓。 影片中,李连杰饰演的陈真和饰演传岳文夫的日本演员苍田宝炒以及在结尾处,和饰演藤田刚的华人拳王周比利的两场对决,堪称是武打场景处理方式的典范。 三个人,护柳干秋的武打风格,彼此迥异的战术理念,硬桥硬马的比拼,让观众看得是热血沸腾。 但是,1994年上映《精武英雄》R6天后就匆匆下映,并被一些媒体讥讽为用一种过分文雅的方式讲了一个英雄故事。 为此,导演陈嘉尚主动向李连杰道歉,李连杰则答道,没关系,这已是我拍过的最好电影。 不过《精武英雄》最终收获1600万的票房,随后几年间,《精武英雄》在世界范围内,都迎来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 2008年,《精武英雄》还入选了《娱乐周刊评选》的最伟大功夫片的排行榜。 24年过去了,如果以惊天眼光在看这部电影,应该是以神级动作片来称谓,因为也只有在那个年代,那时的李连杰功夫绝伦,巴爷的指导也是独树一帜,才造就了这样一部教科书级动作片。 导演《精武英雄》更是把这部电影看了又看,他曾经说《精武英雄》的每一帧镜头都非常熟悉,可见《精武英雄》的经典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